投资长您最近都划线给大盘走 在突破万六的时候 你告诉我们要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 然后接下来呢 你又说了 就是在最高点那一天要小心 接下来要看个股表现了 所以我们今天股票都很精彩 像是精彩 今天盘中就涨了快要5% 元泰呢今天盘中也有3%的涨幅 长荣金讯也继续涨 一切都如您所料 可是啊你今天标题很吓人 你说台股这两天跌到了459点 这会是空投讯号吗 是6天跌了459点 会不会是空投讯号 我要告诉大家 不会是 他是一个多坨市的一个拉回 这拉回拉回到什么地方 我从点位来告诉你 点位什么时候 16500 最坏是这边附近 第二个 我从台币的价位来告诉你 贬到什么时候 你可以买进 第三个 从国际观来告诉你发生什么事件 你要用力买进 这三个独家想法 今天我是 毫无秘密的 统统在农药 华尔基还有很多个股 标股的秘密是什么 你今天一定要看 大家好 我是仪慧 各位欢迎收看荣耀华尔街 今天是6月27号 台股下跌171点 说在16887点 对台股跌破万七了 但是不要怕 我们先来关心美股的消息 特斯拉周一的股价是重挫的 还有俄罗斯的短命重变 再加上礼拜四 欧洲央行要举行年度论坛 包括英国 美国 欧洲跟日本的央行总裁 全员到齐 市场是秉析以待 缩手观望 美股三大指数全数收低 只有废半是收红的 可是呢 这无助于台股的后市表现 今天加权指数跌破月线了 中场收跌 171点 而贵马也同步收黑 后市盘是怎么看呢 我们要交给经济日报 全股冠军 记录保持者 同时也是全台湾 LINE粉丝人数最多 演讲讲座 常常爆满 最受欢迎的分析师 郭哲荣投资长 投资长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台股跌了 各位 有没有受伤呢 还是 像我一样 满心期待 投资长 你已经划线给大盘走了 今天还有人在留言 你看我刚才讲的说 我真的看得很开心 说怎么有人 解盘 解到怎么样 解到这么准 有人看的就是你看 奇怪为什么有人解大盘 解这么准 不好意思 谢谢你称赞 这些是天分 可是我也比谁都努力 端午节 你看到哪个分析师 出去玩啦 旅游啦 凌晨三点多还写文章给大家 而且我写的文章一定要有怎么样 要含金量 一定要有意义的 一定要领先那些记者 是不是 告诉你普丁这些事情 差点一日政变成功 对不对 所以你要认识看你要怎样分析师 而且大盘在最高点的时候 谁告诉你在大盘最高点之前 一路一路展 然后最高点那天告诉你说 就要开始跌了 对 对不对 没关系你说 所以一切一切预告在前面 你说 因为投资长已经上礼拜三的节目标题 就已经预告了 台币会继续扁 果然呢 扁破了三十一大关 今天头版新闻都这个啊 为什么你要今天看到头版新闻才知道 我讲的是对的 有必要吗 是不是 对 还有呢你也预告了 台股呢 今天果然是继续跌了 今天也跌破月线了 幸好这一切的一切啊你都预告在前面 所以呢 大家应该做好心理准备了 我们的忠实观众们 那 另外也要跟 我投资长请教一下 就说因为 我们台股连跌两天嘛 可是呢你的股票喔 表现还不错的 像是精彩 表现就很精彩 今天盘中 涨了快要5% 另外昨天大跌的元泰 你一直提醒大家说 没事没事 没事 拉回就要买 你看今天就喷出了 盘中大涨了3% 另外还有震龙 今天是除息1.1元 那在还原全息之后呢 股价也来到了一年8个月的新高 另外还有货贵三雄那个长荣 因为他周五要除息70块钱嘛 不过今天还是继续涨 也带动了阳明跟万海的涨势 那这个请教一下投资长 因为台股已经连跌两天了 那今天加全指数是回测到16800点的关卡 那请问就是你的标题所写到的 这是空头呢还是说这是买进的讯号 你觉得这是空头还是买进的讯号 其实投资没有 我就跟大家一件事情 我直接给你结论好不好 这是买进讯号 如果我今天事后话才讲 这是买进讯号 我没有预测这一波涨幅 我没有预测这一波涨跌 我没有在最高点那天见转折 最高点喔 任何软体指标都看不出来那天 就进行转折喔 除非你有五分可以看啦 五分可以看的话那每天都有多跟空啦 那 任何软体任何分析师都不会告诉你 只有我告诉你这一天 台湾股市 不会一直涨了 我在这个时候 4月份的时候 我在4月份的时候 你们通通可以作证 我在4月份的时候 拜托你们做多 一堆老师教助你 区间整理行情 同名 这一波走势你才知道我郭子龙跟别人差别在哪里 台湾50 赚了1000多万 我还告诉你还有行情再上去 你看我少赚多少钱 而且我还说我私底下 我那天我最昨天前天还没跌下去 我还说我 我会在这一天 卖掉 我说我台湾50 我不会在这边卖掉 我会在这边卖掉 对 我私底下要讲啊 有啊 对不对 我们开会是不是有讲 我们开福利社会的时候我就讲了 这就是真正的超人力的分析师 你要打钞票的钞还是 钞人力的钞 随便你 同朋友你是第一天看我前面你一定不敢相信 我们先来看一下好不好 我们快速看一下 因为有些人不认识我们要去 因为你现在会紧张 你紧张我一定要加持你信心 加持信心一定要我有能力 所以我先来看一下我的能力好不好 看完以后我还做一个台币的对照图 这三礼拜就有了 你知道真的 为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慢慢跟大家讲这些东西 看一下 从4月份的时候 这时候对不对 对 是不是4月份的时候对不对 4月份的时候这个时候 大盘的时候对不对 为什么要留这两条线 这两条线是台股的两个关卡 来跟你讲 这个时候突破是不是一直涨 没有错吧 4月份的时候 台股在这边 4月16号这边建低点 我在4月19号的时候 告诉你接下来台股会一直涨 一直涨 会得了不会跌的病 你真的会讲一直涨 看一下喔4月26号这边 4月19号来来看一下看一下 1万6来说简单 我为什么会讲1万6 你看1万6 因为等到1万6他突破的时候 他是会 真的在突破还是一发不可收持 他会一直上涨 他是有机会上涨 是不是一路上涨 我说 就涉上1万6 因为我跟别人不一样 我靠股票市场 我就可以赚钱了 我不需要 不屑跟主力配合 我做给你看 关台湾50 我就可以中央退休了 没错吧 所以你只有我这个能力 所以 大盘虚弱到2万6吧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那时候我一涨一涨 这4月19号没错吧 看清楚 4月19号没错吧 4月19号 好 这个不好意思喔 这要重复一下 因为你才知道我这一波很厉害 4月26号看一下 看这边都没错 这4月26号嘛 所以这边4月19号 对 是不是突破一涨 诶大哥 各位朋友 突破一涨 我还说得了不会跌的病 等到反间每个人都在模仿我 大家都在模仿我说话 台股得了不会跌的病 我都想要升起专利 你们要搞清楚 结果我在最高点那天怎么没告诉你 这一天 最高点什么时候 6月15号没错吧 对 这边有写吧 有 最高点这一天涨到不能涨 最高点这天6月15号 台股得了不会跌的病 6月15号 Toneo 我告诉各位 台股得了不会跌的病以后 你现在要小心了 因为台股之前是不会跌 一直涨 现在开始不会一直涨 一直涨 有沒有 6月15号我们看一下 来看一下 看一下拜托 一定要看 因为你不看你也不知道 因为我的 节目最重要的是 我每天有 我有20万的订阅人数 如果加LINE加Tilgum是30几万 那你看一下 所以这些不能造假 6月15号来看清楚 等到18000 真的有到18000 你才要小心 好 我也认为不会去过18000 这个前后前提 是没有差别 他这个大桌头 可是他不可能每天一涨一涨 你听懂吗 虽然他现在每天一涨一涨一涨 现在要走的是什么 是个股的行情 个股喷 有没有 他不会每天一直涨一涨 接下来是有个股的行情 你看今天个股还是有强啊 对啊 台股最高点的那天 6月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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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你要的分析师 然后 端午节不是 硬拉尾盘吗 端午节什么时候 端午节的前一天 明天21号嘛 明天28号嘛 上礼拜三嘛 放假嘛 21号的时候 你看我怎么预告 我还告诉你一件事情喔 那时候不是硬拉结算吗 对 那天不是拉尾盘吗 吉拉嘛 对不对 哥吉拉 你看 你们记得我之前讲的话 不要因为结算日子拉高 而开心 我那时候常常讲一句话 不要因为结算日子撒低而难过 更不要因为结算日子拉高 而开心 这都是外资的手法 外资有没有可能同步拉起来以后 开始 两面手法 甚至 十面埋伏 入海空 三军 同步做空呢 期货 来期货借卷 慢慢看一下好不好 你们看到一个老师来自未来 现在借卷有没有增加 951万 你知道我昨天跟你讲了 对 现货呢现在卖几万了 117亿 卖什么 卖超117亿 117亿 你好紧张喔 然后今天翻开头版新闻 你好紧张喔 外资连五匾 失守31大关 要干嘛啦 你要找这种东西找 找新闻解读分析师喔 没有用 那都落后资讯了 我现在要找的是最坏 16500这边 你找个买点 现在全台湾的分析师都在看我节目 没有为什么 因为我预测大盤就给人家责 去年啦大碟的时候一队人叮我 我知道说一句话就跟他们讲啊 有本事 来PK悬谷比赛 不然你也可以像我一样自己真金白银砸钱 你如果能像我一样承受压力你再来批评我 不然只有玩友酸民们你可以批评我 分析师是不能批评我 因为我实球对决有什么好批评的 到时候我不是大获全胜吗 我不是大获全胜吗 现在我要告诉你就是说 现在的新闻现在每个人讲跟航空都不重要 因为那一波他完全没掌握到 他们都是到17000的时候 才开始翻多 那跌破17000又开始翻空 要干什么 你看的那些节目你不会开心 你只会恐慌的把股票卖掉 所以你现在看我的信息我告诉你我非常开心 因为这行情如我所说的话 那你最后一波如果是今年最后一波的 转折最后一波的拉回买点 你要不要跟我进场 要不要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些股票 好不好 我们来看这些股票 所以这些股票我都预测在前面 来看一下 为什么我这样讲 我们来看一下 恭喜3532台胜科 今天股价大涨快5% 创进三个月新高 有看到 手上持股 获利续报 手上持股获利续报 这是6月27号 2.03分 刚才发的简讯 你有没有看到 台胜根拉起来对不对 有 有 还有我没有说 来我们来看 来画面给我 你看 长龙我没有说 有一堆利空 还跌不下来 代表利空出境 就是最大利多 你看 台股今天大跌 170几点 结果还有一堆股票 非常强势 你还不赶快趁这个时候 实穷解乃劲 板蛋四中针 就像这个时候行情不好 你要找真正的分析是 我看到跌破170,000我在看空 有必要吗 那都是用感觉而已 你不是 那感觉要像我一样有天分 懂吗 懂 你说感觉 那我可以举1万个例 我请问你 季线现在有没有手 季线当然有手啊 是不是 来看一下 季线这方面 60MA 来我们看一下 60MA 还有这段距离 这不太细 不会 会吗 会觉得太细吗 有一点 有点细是不是 好啦 马上变出了 变错 不好意思喔 这边 来 这边60MA 这块红色 不要红色 你要什么颜色 你跟我讲 黄色 黄色 没有 那蓝色吧 好 来 这一条 季线有没有看到 在这个季线这些 60MA 这边有没有碰到 没有 没有啊 60MA最低就是1万6啊 我不懂了 为什么很多人现在做个头 然后就觉得 现在不行了 你为什么要看那些后知后觉 的预测呢 我还在讲一件事情 你要找一个找实战派 分析师 你要找要秀的对战单是像我一样 我很不屑 讲那种会 讲到什么自己不是 不是自己的钱 或者是说什么东西 讲得清楚 我秀某一段时间 我们会员的 绩效表 全部实政派 一定有把他秀出来 那种很多都化石 什么意思 我秀我的对战单 什么对战单 我只能让你几个账号 我只能让几个会员 但是我不是要批评所有的人 只是我要跟大家 某某不只有我 某某每个分析师都很认真 你听得懂吗 大家就兢兢业业的 我会做好我自己的本事 为什么这样说 你要是不一样的分析师 没有个分析师像我这样子 我也没特别针对谁 只是我不会批评别人 可是别人要批评我之前 尤其分析师要批评我之前 要像我一样 持球对决 什么对决 我那时候秀账号是秀什么 就是 即时账号 即时账号 我当天交易之前我就告诉你 几元要买进 我要告诉你哪一家券商 哪一家分点 这才不能造假 不然我开10个账号好不好 哪个账号赚钱我开始就收会员了 是不是很简单 我不需要这种事情 因为我反而就可以轻轻松地赚钱 郭总在YT节目也表示 0050获利大赚1151万 我捐出200万给持继加付基金费 有没有看到 过去获利 绝对不代表外来的保证 我只要告诉你我郭总是持球对决 你听懂吗 我还拜托大家踏走我的血前进 也没有理我 因为那时候大赔啊 一开始赔啊 赔500万赚到1000多万 这叫持球对决 所以我现在告诉你 你们现在要开心 来为什么要开心 我今天要讲一个 今天要讲一个新闻 什么新闻 Y是什么 散户怎么样 对 今天那个有媒体报导说 有散户信心指标之称的 证券划波存款余额 在5月份已经冲上了3.26兆了 这个金额是历史新高 所以这是不是代表说 这个散户的信心会融了 你看到5月份嘛 是不是 你觉得6月初会不会 有更多啊 所以我就说点阅率一高 怎么样 行情就拉回 是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点阅率 你一定不用紧张 今天点阅率要 今天如果点阅率要到 直播人数要到2000 才要注意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 来 今天1554人 算不多也不少 好不好 小孩如果等一下 1600跟我讲一下 每多100跟我讲 知道这个人数不够多 都不用紧张好不好 赏务不用紧张 所以第一件 16800是最强 16500 我认为就会回 我认为最坏的16500 顶多回补这个缺口 不会回到16000 好不好 为什么我先跟你讲 我那时候不是独家跟你讲 没听清楚 最经典的 台币正式台币的关系 下来了 你看台币 台币下 台币 这个线 这条线往下是台币上还是下 这条线往下是台币 是升 是升 因为我本来31块 33块换1美金 变31块 我比较少台币就换1美金了 所以我往下 是升 台币升台股涨 这最经典的 这一波完全用热钱 我讲是2006年 我在台股还没有刹下去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台币在扁了 我告诉你最高点这一天 我告诉你接下来 外资 期货 现货 借卷 同步做通 全台币只有我这个能力 所以你要听我讲 你要听我讲来 在这边 同步怎么样 台币 同步 升值 台股同步擅长 台币贬值 晚上是贬值 台币 台股往下 台币贬值 台股往下 完全是热钱嘛 这最经典的 可是 以后是变化 听清楚 以后是变化球 不是我不想直球对决 而是他就是变化球 2011年判到 怎么样 台币怎么样 台币升 台股涨 这也是热钱啊 可是这个是台股 台股受不了贬的时候 对不对 台币才开始怎么样 加速 转扁 这个是大盘带动的 是 他不得不扁 可是扁到之前前一波的起产点的时候我们看到 这起产点 开始是最低点 记起来我这个 记起来我这句话 扁到起产点 所以这一波只要扁到起产点 其实 都有机会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次扁到起产点 可是我刚才看另一张图 的起产点定义不同 可是你看喔 这一波为什么要注意 这一波大盘 要上去的时候 对不对 台币怎么样 还没有升 应该是说台币已经升了 是 升了一段时间到那时候才上去 可是这一波最高点的时候我们看到 有 台币是不是急速扁 所以送分体啊 所以这一波有资格喊空的除非像我一样 就他前面他没有对 一直叫你趋近整理平台 他至少要像我一样 台币最高点的时候 台币就是说台币 渐转折的时候 台币开始扁的时候 提醒你 要扁了 他要像我一样举2006年的例子 2011年的例子 再不济也要告诉你台币开始扁了 你去对照一下是不是台币扁的时候 台股开始做投 对 非常明显吧 对 对我来说送分体 我如果做期货我赚不过两年前 我跟你讲 台湾50 就是期货的贩慢版本而已 你听懂吗 听懂吗 懂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是说 这一提送分体 他是变化球变化体型 可是他送分体台币开始完善的时候 开始扁的时候 这是扁 台股你能看到 开始急速下滑 所以在这边见转折的时候 你再怎么不计 突破新高的时候你本来就该走 端午前你本来就要警讯 那问题来了 端午前就要警讯 你一定要出掉股票吗 不一定要看你手边什么股票 是 如果手边是别老师股票 不好意思 我没有办法救你 除非你自己要来电洽群 零八一六六六八零八五 零八零来来帮你帮我 我没有办法帮你 如果说我自己的股票我可以告诉你 基本上都蛮安全的 我该出我都出了 我会告诉你 前阵子我不是出全新吗 我出一堆股票啊 不是暗示你的吗 不然呢 不然呢全新也才赚25%我就走了啊 不然呢 是不是 所以我会出一些股票 我会请我们助理有空在把一些出的股票跟你讲 可是你说危险也不会带危险 为什么 台股实际上是正价差 看起来是逆价差 台股今天收多少 16887点 对 这个很旧的 等一下 志雅为什么给我旧的 今天收多少 有有有我看错 来 今天收16887点 对 等一下 看一下喔 好是我自己没有下载 没关系我这样快一点就好 今天收16887点 有没有看到 逆价差 这不要管我 这就是 等一下 好吧 不好意思 来 不要看下面就对 下面不错 16887点 台股 台子期 16743点 看起来逆价差144点 对 可是这个月份 加下个月份 结算之前要蒸发269点 所以实际上台子期有增加差125点 那懂吗 台股 现在16887 其实什么都不动就回车16600 所以回到我说的 就算他真的回到16500 你要觉得他很强势 知道吗 好 你要觉得他很强势 这一波你要拉回 你要秉持的 开心 老天员送礼物给我 拜托你一定要这样想好不好 真的 这波环境是这样子 你要想一件事情 降息利多都还没出现 真正停止升息的利多还没出现 台股就展成这样子了 你居然没有机会 上万八吗 有 只是不是这样子风平烂静 而是照我节奏 拜托你我划线给大盘走 我是用逻辑思考 你看 这一题送分题 台币在这边 你看 转折点的时候 台股还没有整个下去 是这两天还急速下去的 其实这个那么明显 你的老师有没有跟你讲这些 而我早就跟你讲了 外资旗 旗什么 端午前我还直接告诉你 旗线券同步做空 外资入海空三军 旗线券同步做空 台股 旗线券同步做空 台股如何喝在上 13万次的点阅率 又搬到你 只要我手边的股票 基本上我还没出的 都很安全 那有没有出呢 基本上我会员才知道 你要不要加入我会员 那是你的选择 OK吗 那是你的选择 我不明显勉强 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些股票 现在1700人 现在1700人 只不过如果1900 2000就危险了 好不好 2000危险 但通常大跌 大跌的2000要打8走 因为大跌的人会比较多 对 我只能讲事实 就是这样子 你要等到哪一天 台湾股市没有涨也没有跌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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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人数又回到1200以下 那基本上那就买点了 所以有时候买点不是我来决定的 是时间 有没有时间 就像今天乌二战争 假设普丁又有人内乱了 他决定把乌二战争结束了 把他拉回来了 我请一件事 台国会长 先喷给你看再说 对 可是如果台湾股市涨到1800 乌二战争结束呢 会不会喷 不一定喔 利多都反应完了 有什么好喷的 可是如果台湾股市现在是回到16000多呢 回到160005呢 乌二战争结束呢 先喷一根再说 所以你要懂我的逻辑 不是我不愿意跟你讲什么时间点 而是 时间点有时候他需要一些事情的酝酿 可是160005原则上是一个买点 好不好 我就跟大家讲好不好 好 我希望你去想想看你要怎样分一时 来 23003原跌 有没有除全息行情 没有 今天除全3.6元为什么要多跌 很简单 他是全资股 我本来说 我那时候讲 除全息行情 基本上 越是全息股越影响越严重 而且那天如果大跌 一定会影响除全息行情 对不对 不然除全息行情 一定 怎么样 除越多越有出息 有没有这样讲 有 有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另外哪个初全息的股票 什么 阵容 阵容 1904 有没有涨 还涨 有啊 台湾股市今天跌了100多点 跌了171点 这样给你开低 开低走低收最低 怎么样 还给你这样这么残酷的事实 结果阵容 还有初全息行情 这一切是预告前面 精彩初全息以后有没有行情 有啊 有 精彩啊这一波如果还能站长 记得 要去追多 好不好 好 那你喉咙还好吧 还好 你喉咙不舒服没关系 那个我们现在有AI主播了 好不好 这个不要有那个AI不要乱爱 因为他们那个还没有对贼 我有 我有实力考察过 站立还不行 你讲清楚 你说你有看那些AI主播是不是 是 取代你 很难就对是不是 当然 好吧好吧 对 这有新闻的AI主播啦 是啊 好不好 因为日本现在已经流行 那种AI的艺人了 你知道吗 那我们看一下 你有没有问题问我 没关系你说 好 就是 我想现在的话呢 就是 都问完了 都问完了 我记得不是有两题吗 都问完了 对啊 我记得喝很多水好吧 你以后可以再临时再问我问题好不好 不要怕我很怕尴尬好不好 3374精彩 3374精彩 在这边一路的一路的 台湾股市先跌 这个时间点你反正静下心来 我问你件事喔 如果今天台湾股市大涨300点 大涨500点 然后有57单股票涨定版 你觉得你好选出标股来吗 好不好选 蛮好选的 你觉得好选吗 不好选 一位人家改变 你知道吗 为什么不好选 为什么 问你啊 57单你会买57单吗 你刚才买台湾50就好 是啊 那我问你件事喔 如果你今天涨500点 你还 57单暂停版 我知道喔 我没有给你一个比较 比较的一个说法 500点 57单暂停版 跟跌500点 只有 两单暂停版 你觉得哪一种情况比较选 标股 喔就是 跌的时候只有两下暂停版 为什么 因为他最强啊 对啊 那500点 涨500点的时候 57单暂停版 有可能有些是虚胖啊 喔对 这个时候精彩是虚胖 是真胖还是假胖 他是真的要膨胀了 股价要膨胀 好不好 真的精彩了 好不好 所以你要懂我的说法 好不好 一些股票这样 金居呢 就是你的金居跟我的金居不太一样 好不好 成本不同 我没有最高到这个时候 我有说过 我那时候还会跟你讲 绝对 你看喔 以前这个时候 大盘那个时候就是你一定要追高 我是不是告诉你现在开始不能追高了 我对你们多好 对啊 我对你们多好 拜托你们要留言帮我站下一下 我是不是说不要追高了 突破第一根不能追 一定是拉回 就要你拉回 是拉回才买你会受伤吗 有可能受伤可是不严重 对 你懂吗 不严重 所以 这就是我跟别人差别 就是你现在就算受伤不严重 可不可以全身而退 全部走掉 可以除非你很灵活 你如果不灵活我不建议你 我建议你这时候你反而拉回来做多 那灵活就是 假设你精彩你可以206走 万一他要上到2110 你敢追 那可以啊 不然你走掉以后 以后可能喷出去怎么办 听懂吗 这就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交易 所以你要来找我 你要找我来帮你做持股诊断 我是认真的希望我能帮助到你 因为这一波就是我醉的 因为这一波只有我 在最高点这一天 我需要这波几次重播你才记得这些回忆 在这边一直讲 一涨一涨 每个人都是我的梗 得了不畏点的病 明明就是我发明的 大家都在讲 完全都在讲 到这一天最高点 我告诉你台股不会一直涨的 我还在结算前那一天 结算那一天还拉起来 我说拉起来还蛮高兴的 我说入海空骑同步做空 在东午节的时候告诉你 结果在东午节过后 真的变盘了 晚下变盘了 多跌个300多点 可是我老曾在在 因为我告诉你这个 经典的言论 什么言论 小麦 在小麦下跌的时候 没有买小麦的人 小麦散展的时候 你也不会有小麦啦 你不用羡慕人家中热透 因为这辈子你都不会中热透 为什么 因为你又没在买热透 为什么 你又没买热透 你可能买精彩539 你可能没时间 像我一样没时间啊 所以不会羡慕 你要羡慕就从头开始 你现在就买 你也羡慕我 台湾50轻松赚1000万 很多人说泽泽你本多啊 你有没有想过我出社会收10万 你有想过我家境非常普通 我爸妈都老师 我爸妈不是创业家啊 你知道他们要留点本给他们自己 退休金啊 所以我也不好意思跟他们要啊 可是我照样活过来 我为什么一次一次穿到我的财富 我就从这种危机感的时候 知道是最好赚钱的时机点 你要不要来找我 你自己想看看好不好 你自己要不要来找我 那是取决于你 不是取决于我 因为只有当你手伸出来的时候 我才知道 你需要我存在 只有当你手伸出来的时候 我才有办法 帮助你赚钱 现在拉回是个买点 你不要听别人恐吓你 那个没有用 台币到最后 扁到一个原点的时候 我认为 最坏啦 最坏但是不会到32 31.31 31.2的时候就初步见个低点 所以他有很多种触发 什么 触发 触发 一个买点 什么买点 这个缺口 所以这些买点都是 不一定 要同时存在 只要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对 那懂得 1月6,7月在这边 你知道 这个缺口 懂吗 我现在已经告诉你了 三大特点 记得就记得 自己开会去看重播 我不讲了 因为 我有点后悔 把我明后天要讲的 今天讲完了 会 心直口快 没关系 反正就这样子 我就做我自己 久人就知道 很多人都说 我把你当朋友 我不会说谎话 那都嘴巴说而已 分试也可以说得一嘴好股票 实在的绩效 才是真正你要的分析师 台证科功课 好不好 3532台证科 所以台肌链概念股还会涨 我已经说过了 台肌链现在都在传 我之前 你叫我要 怎么样 强迫放假 鼓励放假 现在我要放假了 取下放假了 所以台股到底会点到哪里去 现在基本面要跟上去了 好不好 这我讲的这些股票 好不好 其实想要你要找到分析师 该讲的都讲的 你都股票该讲的讲 他讲什么 哇 蛮多股票蛮强的 你看 六四张 我有出了一些股票啊 出了以后也有一涨 可是平常心 平常心 你去想看你要涨分析师好不好 好 我希望大家 去把握住啊 但是 我讲31.2 如果越突破越31.2 越扁 31.2 台币 你越要买 投资手我不看台币 那看我节目 好不好 我希望帮助你 今天直播人数多少 现在多少 已经快1,900 1,900 快2,000了你看 蛇蛇 救救我这边人好多 人不要太多啦 太多很危险啦 知不知道 太多还要跌啊 不要突破2,000 不准不准 没有量推升不了第2段行情 而且我跟妳讲喔 妳們不讲啊 台股是不是爆最大量那一天 对 我是不是告诉你爆大量很危险 因为这次爆大量不只是负值指数调整 有 上次负值指数调整也没有4,500亿啊 也不到3000亿啊 有没有 那我对你多 拜託拜託不要爆量 台股跌的时候没有爆褶褶 台股展的时候你也 不会有获利飙骨 谢谢你 心情好差 为什么 因为你们看到 量来了是不是 你们不要心情差啊 如果我像你这样子 我之前赔500万我要自杀啊 你看我不是活得好好的 我告诉你一个成功的人要的是什么 就是像我这样 泰山崩云前 而色不足 就这样子啊 你为什么想这些呢 你不要受那个影响 今天隔壁重播不知道谁重播 不重要不重要 大家都好朋友 要2000的 人越来越多2000的那就是他在整理啦 不好意思啦 人多不会买空喔 你讲的很简单喔 散物我很讨厌做空 对吧 没有啦他不一定吐槽我啦 他可能吐槽别人啦 好不好 不管啦 我做空很难啦 台湾股市做空很难做 不要看台币 看帅哥哲哲叫实在 谢谢你喔 这头掌这波真的准 谢谢你们 好不好 知识回答当然是好的 我一直跟你讲啊 对不对 来 所以今天结论呢 来快点 AI怎么能跟我大仪惠 你不要用大 那个仪惠听到大 他心情会不好 知道吗 开玩笑了 一位脾气很好 一位算 算我见过那个脾气最好 算少数脾气最好的女生啦 对啊好不好 少数不要说唯一啦 这样得罪很多人 来直播人数多少 1923 赶快结束 赶快结束就不会直播2000人啦 好不好 我这般想这个事情啦 好不好 开玩笑的啦 时间到了啦 一踢差不多时间到了 好不好 不要突破2000人啦 这很危险啦 反正最后一刻 真的啦 反正要结束了 对你去香港女生 这一波拉回 只有我一直测到 那只有我一直到 只要回到16500 你这边或台币扁到这个事件 扁到这个点位 我想31.2 基本上你可以找一个买点 或者是俄务战争 确定要结束 快结束之前你要来找我 可是你不要等那些事情 因为你没有时间看新闻 你也不定每天看我LINE 所以你最好方式 赶快加入 罗尔航店 来电恰全 08668085 080 来来 记住 这一波只有我告诉你 台国一涨一涨 最高点的一天 只有我告诉你 台国要见短则要瞎杀下去的 我要告诉你 外资骑握借券 同步做偷 你现在最后的新闻 在讲这个东西 有用吗 你要找一个真正能 获利绩效的分析师 台胜科这样的绩效 看清楚 所以不论对我有错 一切一切 预告前面去想看 两张分析师 也预祝各位能够赚大钱 谢谢 额长这一波 对于盘氏的精准预言 让他有好多的名言 都在网络上面滚动流传 再加上 他先前0050这一战 也让他大赚 1151万 获利出场 这只是说明了 他的股市能力 跟操作能力 所以如果说 你想要成为一个 股市赢家的话呢 那 电话就拨起来吧 0800 668085 0800 668085 荣耀华尔街 我们再会 观众朋友注意 最近大变盛行 我只有三个官方账号 除此以外都不是 LINE小组 S178 Telegram官方频道 小组 A178 178 Telegram私人账号 小组 S178 注意哦 我没有什么前面是 Z的帐号 或者后面是A的帐号 J通通假冒 最后这三个帐号 谢谢 如果觉得我们影片很有趣的 觉得有深度的 还蛮准确的 欢迎按赞我们的影片 订阅我们的影片 按小铃铛 记得按全部接收 还要 加我们的LINE 以及加我们的Telegram 我们的LINE 跟Telegram 都是全台湾 最大的一个财经频道 谢谢各位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